犀利人妻果然很犀利 从小萤幕要上大萤幕 观众朋友一样捧场 上映才迈入第三周 票房累计就已经超过 新台币1亿3000万元 成为今年第四部 登上议员票房俱乐部的果片 那么今天导演和主要演员 隋唐温生豪以及又盛 共同参与了破译敲冰庆功的仪式 短短9天半的时间 犀利人妻全台票房就已经破译 剧组以及演员 特别在周一举行破译敲冰仪式 在电视剧中饰演谢安征的隋唐 曾经带给许多女性很大的力量 然而这次在电影版的演出中 却反过来获得了观众给予的力量 来到电影版的时候 反过来我觉得对我来说 对我自己也很有意义 然后我也收到了很多的信 反而是那些观众可能 回过头来给我力量 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很大的意义 为了答谢全台观众 犀利人妻剧组的演员们 虽然各个工作满党 仍然排除万能出席记者会 最好的答谢观众跟答谢媒体 就是我们的团队再次到各个戏院 中南部都跑一趟 谢谢我们所有爱护我们的观众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更实际更好的 我还是希望说电影是基本上是跟观众 做一个情感的沟通连结 那避免失交 所以我觉得就像佩华姐讲的 我们面对面跟观众说真的谢谢 这比较实际 电影版犀利人妻上映迈入第三周 单日票房维持全台三百万的好成绩 九月中旬之后 电影将陆续在新加坡 马来西亚 香港及中国大陆上映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顺慈林湘婷 台湾台北报道